《红红梦》是一部经典 这一段无庸置疑 但什么是经典 是超高的知名度 还是在书架上很占空间 事实上一部作品完成之后 从不会为自己诉说 也难以为自己争取选票 因此经典是由无数读者 主动参与所形成的共识 但即使被公认为经典 作品的内涵与意义 却绝对没有单一定论 所谓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的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红楼梦》 而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和《红楼梦》 虽然都有助于创造经典 但经典的深度是不断被开发出来的 伟大的经典 必须由伟大的读者来完成 《红楼梦》也是如此 如果读者只是用一般的心态 面对《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就只会是一部爱情的 罗曼史和正邪不两立的斗争史 而《红楼梦》绝非仅此而已 其中有关文化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度 都无出其佑者 所以读者必须自我建设 自我训练 以辽阔的心灵 装备更多的文化知识和人生体验 经典的伟大内涵才能获得开显 换句话说 做一个好读者是发现经典的第一步 没有读者就没有经典 有怎样的读者就有怎样的经典 换句话说 经典的价值与内涵要透过读者来产发 而反之亦然 读者也是要透过经典来发现自己 来开发自己 来成就自己 因此读者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也可以说读者的角色 事实上和经典是一样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小说评点家中 最优秀的张竹波 他在金品梅的评点中就提出一点 他说 做书者固难 而看书者为由难 岂不幸灾 意思是说 创作固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然而看书者 也就是读书 诠释者 事实上是更加的困难 那么换句话说 经典的封闭 要透过读者来打开 但是读者用怎样的钥匙去进入 使得经典能够更展现出多元的风貌 这个重责大任 全部都是放在读者的身上 我们可以再参考日本的三本玄将禅师 曾经有一段名言 他在龙泽市讲经的时候 曾经说 一切诸金 皆不过是敲门砖 是要敲开门 换出其中的人来 此人即是你自己 我想这段话可以给我们很深的启发 原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事实上就是在参与自我的创造 自我的建构 他并不是依附着经典 异步异区 想要去还原书中的原意 实际上 书中的原意是不可能确立的 那么书本的丰富性是无限延伸的 而这就是靠每一位读者的参与 那么读者既然如此重要 而他的工作又是如此艰难 又是如此的关键 那么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省思 读者究竟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使得我们在面对经典的时候 会发生障碍 不自觉地蒙蔽了经典的丰富的原貌 甚至加以限缩 加以削减 所以一个好的优秀的理想的读者 他首先必须要意识到阅读 或者说是一个更严谨的文学批评 他其实会要跟怎样的心理困境 或者是我们无意识的一种障碍 来进行搏斗 那么这些无意识在无形当中 不自觉地牵引 甚至主导我们的阅读的方向 乃至于我们诠释的内涵 那么在这样的障碧之下 我们的阅读与诠释 很可能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底下 受到了限制 那么为了这个限制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 更高的理性地反省 认识到我们的阅读 事实上牵动了哪些范畴 而这些范畴一个一个地 又设立了怎样的 不自觉地蒙蔽 而这些等到我们意识之后 加以扫除 这就可以帮助我们 更深地走入经典 甚至帮助于开拓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